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番棋双方是以先止路对足底炮开局的 在布局阶段王天一还是下出了一些心意 但是中局的变化确实非常复杂 下面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番对局 王天一走的是先止路 会往足底炮 对 足底炮也是一路比较针锋相对的布局 一般传统的招法大家都走足底炮居多 但是最近一段在联赛当中出现对足也是比较多的 就除了足底炮以外 足底炮 对 这路的变化就是说的不容易引起特别尖锐的变化 就变成这种阵地站 而炮屏三双方就容易形成比较激烈的这些变化 接下来红方走当头炮 对 黑方向三进五 这个时候再走当头炮等于跟上了七手走当头炮 它的性质应该说是接近的 但是具体的阵型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毕竟交换了冰漆进一跟炮屏三 这手气 这样红方不能轻易马八进心跳上来 对 红方跳黑方有足三进一 那黑方现在由于这个炮占了马二进三的这个位置 对 它也不能再走成屏风马了 这样 所以说等于这是有别于中炮对屏风马 虽然都是中炮类的这个布局 但是变化却截然不同 如果现在红方马二进三 黑方就可以考虑冲三足 来对红方七路线形成一个反击 那为了避免黑方足三进一 红方就先走了一个石榴进五 那这招旗一走 也就意味着这个旗将进入这种阵地战的 这种慢慢的缠组当中 因为红方的速度整体慢 它慢下来了 也是防止了黑方足三进一 那双方在这种旗下就比较讲究这种 刑局的次序 还有这个阵型的搭配 包括这个一些细节的战术 接下来黑方先跳马 红方也是先跳右马 出动大子黑方 黑方居酒平白 这里就是说这个有很多变化 除了出局以外 黑方还一个非常流行的是走足迹 因为现在古这个族呢 首先把红方这个三路马 这个马前兵啊 限制住了 对 左翼呢 黑方这个子力就比较通畅 那么红方这个局呢就放不住了 对 黑方也出局 黑方也出局 走到这儿呢 黑方呢 主要有两种走法 一个就是十四进股 先补一手 先补一手 对 先看红方怎么动 然后将来再走破花瓶酒 对 还有以往这个走破花瓶酒 是比较多的 直接瓶跑也有 这个也是最为流行的 那么红方就要对调这个局 因为这个局如果再躲 这也是老谱 那黑方可以走 先跳边马 然后右局也出来了 这儿红方呢 这招知识整体这个效果呢 就不是特别的 牵手不是很充分 对 黑方呢 可以从容的步起 比较公稳的这种阵型 那所以后来起什么改进呢 就是就要进我对调 先吃掉 黑方只能等掉 红方这个时候呢 先夺一个中族的石会 然后黑方不适 对 然后红方呢 这个时候抓紧呢 再拱中兵 因为现在这招棋呢 很重要 你如果跳马 对方还有冲三族 你要飞向呢 就太缓 对 他先冲中兵呢 为了将来这个马 还有在兵武级呢 有一些后续的手段 对 黑方呢 一般走马尔金寺 红方再走炮五平六 来针对这个拐脚马 就是当你出局的时候 他 他有趴平六 有一个平炮打马的先手 这双方呢 兼会有比较复杂的这个 中盘的这种纠缠 从以往的对局来看呢 黑方呢 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但是还是红方呢 胜率更高一些 这期就是红方呢 有一个中兵的物质实力 黑方呢 需要呢 走得比较紧凑 那这路变化呢 最近呢 下的就比较少了 黑方就是先出局呢 比较多 这儿等于是限制了 红方的这个局的出行 对 这样红方 如果出局 黑方很可能就 抛八进四封局 对 如果红方出来 对 抛八进四 当然黑方也可以再做棋 这个是不同的选择 红方再拱兵 黑方这个时候呢 就有抛八平七的这个先手 这儿把红方这个局呢 封牢 等于红方这个局出不去 对 这个棋呢 红方有抛八平六 还有马八进七 两种走法 一般马八进七居多 但是黑方呢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马八进七 黑方老招是有走抛三进三的 那么最新的招法呢 就是先送这个七足 这个是在去年以来呢 这个 出现比较新的这个变化 然后再逐三进一 他冲七足的目的呢 就是不给红方 这个马七进六 在马六进四的先手 因为再上马 你就走不到这了 黑方再拱掉 这儿红方只能去登中兵 黑方呢 也等于把红方这个先手呢 削掉了 将来这个马六进四呢 有一些先手 对 但是这个棋呢 走到这儿呢 红方还一路变化 就是走兵五进一 在马七进一 但是双方在纠缠当中呢 黑方呢 也是足可抗衡 对这变化部也挺复杂的 是 那目前来看呢 一般红方呢 现在就是专业洗手的 不愿意让黑方走成这个变化 因为感觉这个压住以后呢 毕竟这个鞠呢 被黑方盯住了 对 这边呢 黑方的足底炮呢 依然是对红方的七路线呢 构成这种反击和牵制 那他实战呢 也没有选择居一平二 对 那红方就选先兵三几一 对 然后黑方这位泡花鞠九 他就不给红方呢 再出居的机会了 所以在布局阶段呢 双方呢 看起来比较简单 但实际上呢 这里边呢 也是藏着很多这个耐人寻备的变化 接下来红方走泡花平六 这个走五六炮呢 仍然是为了构造呢 比较协调的阵型 嗯 让黑方马尔精英跳上来 对 主要是红方左马可以正起了 对 黑方鞠一平二 两鞠 黑方呢 应该说也是得到了相应的补偿 主要是他两个鞠呢 都出动 对 所以这个局面呢 黑棋呢 尽管让红方形成了 这种两头蛇 这种比较优良的这种配置 但是黑方两个鞠都出动了 也是可以呢 与红方呢 相较量的 接下来黑方 黑方这时候走了一个十四进五 也是先补一手棋 对 因为毕竟红方这个马六进五呢 是随时存在的 所以黑方呢 先巩固一下中路呢 也是需要的 那么走到这呢 又是到了一个 向中局发展的一个关键的阶段 一般呢 就是红方呢 多走马六进五 直接去登这个中族 对 先获取一个中英的实力 但最近呢 这个在相辆联赛当中呢 出现了几个对局 黑方呢 基本上也是顶住了红方的这种攻势 所以王天一呢 这般棋他就选择了 居一进二 这个居一进二呢 他就是尽可能保留这个子力多呀 复杂一些病 正好他这个居一进二的意思 就是是不是以后也 为自己有这个居一平二对局 把自己阵型调整好 这么一个意图 居一进二呢 他也可以说呢 一招的多用 就像你所说 他将来一个是有居一平二的可能 是 比如你居八进四 他就有可能居一平二 对这样对居 对他这个居呢 也是可以的 另外呢 红方还有一个可能呢 就是说 现在他两个居呢 要尽快出动 对 现在两个居 一路去保证 居一进二呢 他保留一个选择 就是一个是居一平二 另外他将来马三进四以后呢 这个居可以根据需要呢 居一平三居一平四 他这个就等于是 看黑方的动向呢 再来选择将来红居的这个 怎么出动 所以这步棋的 应该说是一步呢 比较含蓄的变状 等待黑方呢 他比走居一进一就 要含蓄 对 如果你居一进一 他居八进四了 你没有这个对居的手段 对 黑方下部棋 就可以足进一对足 是 他居一进二的话 这个也是随时有居一平二 对居的 因为这个 这种居呢 他要间接地配合 这个两头舌的这个旗形 它是一个搭配 那接下来黑方就走居二进五 对 黑方又直接这个 反击 开始这个威胁红方 这个核空马 此外呢 黑方还有居二进四的文件招法 这两种 看上去呢 也都可以 如果居二进四 他可能就把居二进四 可能就比较大 他这个居呢 就会将来呢 再杀出 他居二进五呢 就比较 注重反击 加强对洪方这个 河头阵地的这种侵扰 那洪方先走了一个 对 因为这个旗呢 你不非他 怕他将来的居二 人才有可能吃掉 对 张老师 按这个旗 他现在马六进五登兵 是有什么一个结果 现在马六进五登兵呢 就等于黑方这个居二进五呢 还是有价值的 灯 对 灯掉 换掉 换掉 黑方还是有这个充值的 这样子那洪方也只能 对 让黑方再去把达进五 你看黑方这个居二进五呢 他也可以 他也有一定的价值 他给你这个居二进二交换 因为你将来也得居一片 对 你居在这儿跟这儿差别不大 对 差别不大 那黑方这个居二进五 应该说比你这个居二进五相比 效果要更好 对 也控制了洪方马三进四的出入 对 他捐尔进五是希望你走马六进五的 对 或者说黑方对于马六进五是完全不怕的 那这样洪方也马六进五这个简化也不是特别理想 简化也可以 但是洪方呢就是说的对黑方的攻击力度呢没有那么强 所以洪方呢 王天一他下棋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呢 就是他善于呢 把这个棋局走向复杂化尖锐化 使双方的这个战斗啊 充满很多这个玄机在里面 正所谓这个高手善变吧 对 如果都走得太简单了 现在的水平呢 大家功力也都非常深厚 对 所以说就看哪位棋手呢 能在中变当中呢 选择更擅长于自己的这种打法 那么王天一呢 他呢在向连赛当中表现也非常的优秀 现在也是排在 手组绑第一位 对 胜率第一 接下来黑方就走足三进一 来加强反击 这个也是黑方的开始想好的战术 对 那红方呢这个棋就不能再马六进五了 红方马六进四呢也没有记忆 对 所以红方呢后续在这里 就是继续走马三进四 来加强这个攻势 这儿呢 双方就是在 这个沿河一带呢 展开了这个中盘的扭煞 他也是放弃了一个 这个兵啊 然后黑方这过足了 对 那么黑方这肯定也是足三进一 要吃掉 对 准备这个 继续攻击红方这河口马 对 接下来红方 红方这时候走了一个马四进六 对 就说 弃兵过来的 一个战术的理念呢 就是在于 这个马过河以后呢 有一个登鞠的 登双的先手 对 那么黑方鞠二进一 对 鞠二进一走得也很巧 怎么用足来吃马 正招 因为这个鞠 否则的话没有好位置 对 然后 红方这时候也是继续马六进四 对 这二进一双方呢 这个战斗呢 就是成这个激烈化 对 红方这个两个马 跳得还挺快 然后是黑方这个 看着这个又 炮还丢着 这个棋 张老师 您觉得这个棋 是不是应该红方的 这个位置更好一些 还是有一些 这个 这个棋啊 是这么理解 嗯 就说等于红方呢 用比较强制的手段呢 对 把这个两个马 全部跳过河 对 他这个 虽然过河 黑方过河个足 但是这个足好像对 对红方 没有一些什么 这个攻击手段 现在是这样 就是黑方这个过河的足呢 嗯 它并不是形成了攻击的力量 对 它是形成了一个后背的物质力量 是 那么红方呢 就是夺得了一些空间的优势 是 最主要呢 两个马呢 盘踞在这个棋盒呢 对黑方呢 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压力 对 黑方 居八斤四桌的话 红方这也可以居平四堪上 对 正好他这个一路居也用上了 但这个棋呢 就是说 红方也有后顾之忧 就是说一旦 前边这个两个马 跳不好了 或者没有鞋跳好 让黑方把这个 先手化掉了 那么将来这些物质力量 嗯 就是作为了 红方的幸福大患 对 所以说 是否有勇气走 而且要基于呢 对这种棋型的 这种把握 这个是有难度的 对 所以现在这也是 关键的时候 对 黑方呢 实战走足迹级也是可以 另外 谭谭刚才说的 居八斤四呢 也行 就是说 作为双方来讲呢 对 有很多种选择 总之这个棋 还是挺复杂的 关于黑方呢 在这个局面下 如何应对 我们稍事休息 请朋友们 一会儿回来继续收看 好 各位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继续给大家 讲这个终局 如果黑方禁区 捉马 红方可以保住 对 黑方如果足迹进移 红方将来有 马轮进四这些先手 你要退居呢 红方还有什么 进二路炮打 这其实还挺复杂的 对 所以说 这个局面呢 黑方也可以考虑进 然后再重复 但时代当中呢 黑方走得到比较简洁 直接冲击足 这个也是可行的 对 他也是想尽快把自己 七路马走 对 一般的四路呢 就是说红方 比如说给 对 黑方去蹬掉 换掉 这样双方 各过一个兵 再吃掉 嗯 就这个棋 应该说 各过一个兵呢 黑方也能接受 对 他正常是不是有个 巨八进四捉兵的棋 嗯 那红方 还可以先把六进四 你泡酒平等以后 再变成平四 嗯 这个也是可以的 但黑方可以捉着兵 把这个中央吃掉 对 这个阵型呢 作为黑方来讲呢 它是乐于接受的 王天一呢 临场呢 他就走得比较 果断 对 他这个也是 想要这个 在患子中先 谋得一个像 他把对方这个像呢 就强行吃掉了 对 登掉像以后呢 黑方主要是 有两种选择 嗯 一个是飞掉 一个是打掉 这个到底走哪个呀 这个临场当中呢 孙荣正就不好把握了 对 这其实也挺纠结的 对 就是按张老师 你看这棋 一般都是想着 炮九平五吃马 嗯 这样对洪方的中路 也构成一定威胁 对 但是从实战的效果来看呢 确实黑方应该像七进五 应该用像 这也比较好一点 那洪方也只能去登炮了 对 黑方再把这个做拱了 嗯 这儿的棋 将来黑方呢 有这个 如果你居于平三 好 黑方可以 马七进六 对 这打着马呢 洪方在 马七进六吗 这样黑方可以这个 是不是可以足迹击一下兵 对 所以这个棋可能 洪方还不能去先平 是吧 他要是按实战这样 先居九平七 这样子捉足呢 那黑方也要下足 对 除了下足 他是不是也可以跳 这样子 是不是张老师 您这意思是 黑方以后炮九平七 这是一个先手 也是对黑方 洪方这个底下 也是有一个威胁 总之呢 就是这个走法呢 黑方呢 这个加强防御了 对 将来这个 马七进六呢 能够继续控制住 这个局面 可能是有一定先手 这样子 对对 所以说这个飞向呢 应该是比较 稳妥的这个走法 但是 黑方呢 时段当中呢 就用炮打了 这样呢 洪方一蹬呢 黑方就只能 再拱这个了 对 因为现在已经少了一些像了 洪方 拱九平七出来 这儿的结果 就是洪方呢 这个大紫啊 非常的活跃 对 特别是黑方呢 刚才为什么说非常稳呢 就是这条底线呀 它是有掩护的 然后又像这个 看着的底线 对 这个编码也没根了 你现在还发现了 对 它有很多潜在的危险 但是目前的一步两步 还看不出来 那么走到后来呢 我们越仔细看呀 就发现 黑方这个棋呀 还是比较吃力 对 洪方拱一平三 在学习这个对局的时候呢 我也看 黑方是不是走拱八进五 这时候我先藏心拱拱开上 嗯 但是我看这个棋 洪方有个马拒退六 对啊 它这个退马好像挺厉害的 嗯 它回马以后呢 一个是萧敏这个足 再一个它随时准备马六进四 这个棋呢 黑方如果走得比较强悍的话 就走马一进三 对 马一进三跳上来 但是洪方这个棋 有一马六进四跳 那再强行这个不是 嗯 洪方这个棋有一个好棋 就强行把这个G组打开 哦 有一个泡路进一的棋 你只能吃 嗯 然后洪方再把这个马杀掉 这个结果呢 嗯 这个结果呢 看来呢 就是 这样黑方这底线也漏风了 对 黑方这个棋非常失控 如果你马四进六 它就打一枪 啊 洪方打一枪 对 你如果再反枪 洪方可以呢 这也可以 落实 哦 可以落实 对 双方各有空头炮 嗯 但是 这个仔细来分析一下呢 还是这个 洪方呢 比较优势 对 洪方随时有炮我退一 这样马四进六有枪 对 而黑方这个 两个G 但是没有什么用处 嗯 就是这个棋呢 也非常复杂 对 但是洪方的机会呢 明显还是要更好一些 对 所以说临场呢 黑方也没有走马一进三 但是走到这呢 马一进三呢 是对的 嗯 就是后来这招棋呢 这马一进三是 不见得对啊 对 马一进三 对着洪方 这个马洛斯这个先手 黑方最为顽强的走法 这会儿啊 就是可以考虑退不拘 哦 在退居捉马 就是来稳健嘛 嗯 因为你吃这个 我吃这个 你吃这个 我破烂 这个打中兵是先手 我将来不打你 这个中兵是先手 我可以再跳马 对 啊 洪方呢 那他马六进四 这时候正好可以捉了 对 平须捉马 这个时候如果洪方 马六进我登呢 黑方就飞掉 如果你再吃掉的话 对啊 黑方 是不是局八平七 对局 还有这个 对局的这些气 那这样他少一个项过 和一个足 也是有一定的补偿 对啊 这个棋就是说 黑方应该走局八退一 对他这样可能 局八进五 局八退一来谋求这些简化 对 双方呢 就是有可能要进入团局 因为不好避免 肯定要这个形成一些对子 对 这样可能是比实战的 对 效果要好 理想一些 但是黑方呢 这个局八进五 这个是中局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目前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两个局啊 暂时刹不出头 是 黑方呢不能让他查出谁 他局八进五也是继续对 红局的一个封锁 对 他先走出三平四了 这招棋就明显不好 因为这招棋啊 使自己的三路线呢 这个底线呀 这个弱点更加明显 他后来可能也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那红方走 对 红方炮六推二 六推二 然后他在足四平五 黑方就是想先吃足了 但实际上呢 这个被红方有一个先手退马 这个气黑方比较 比较 对 这个有点 危险 我当时以为 他是不是认为 红方得炮五平六 炮五平六 也是红方战友 对 拆开他是不是要 足五进一送一个 送一个 然后再足七进一 其实送一个一样 他也可以聚三件 还是可以这样 就聚三件 他足五平四 对 那还有一些变化 对 有些变化 他是不是以为 红方被得躲炮 一躲炮 他再把足送掉 然后这个七路 就可以冲下去 也有这种可能 但是可能忽略了 红方这马七进六的 一部先手 现在不能吃炮 吃炮已经把底势杀了 对 一吃底势 然后聚三进而一吃足 对杀中肯定是 明显黑方占有 明显是红方占有 对 黑方 主要是没有杀伤力 对 这个被红方 一个马七推六走完以后 我感觉这个黑方 这形势一下 就不太好应付了 对 他是走的 他就只好这个 拐二推六回来防守了 嗯 红方这个时候 走区三件也是占优 他拐不下来 吃掉 你足五平四 他会拘据你手 对 黑方那个地方呢 去不好守 就说直接吃 也是绝对的 是 优势 红方呢 他是比较稳 他先跑一下 他先 这样以后马六金四 还是先手 他也没办法 就马七七六跳上来 嗯 这样红方 顺势再把这个病 去掉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 黑方呢 尽管是多了几个族 但是由于这个残向 右翼呢 对 也是压力比较大 所以说这个棋 就是进入了 红方这个 比较好的这个局面当中 对 黑方很难下了这个棋 对 本来挺复杂的一个棋 他也是忽略了 红方这马七推六的 一部妙手 对 接下来黑方 不急 试图呢 制造一些反击 但是红方走得比较简单 对 他直接就 用满欢炮 对 满欢炮的好处呢 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黑方可能 直接像机器舞呢 会比实战要好一些 但是从这个棋手的 临场的心情来讲呢 是 他不容易接受 就是飞掉的话 他再像三进五飞掉 他也飞掉的 然后黑方能争取到 G2进三 G2进三 对 但这个棋下下去呢 也是红方多像呢 明显要优势一些 对 毕竟黑方呢 这个兵种也偏弱一点 多像有两个炮在 黑方还是有很大的压力 他这种做法呢 会给红方的取胜呢 带来很多难度 而黑方呢 他没有去飞马 他先足够进撞一僵 然后呢 然后呢 马六退伍吃掉 他现在就不能飞了 因为这一飞的话 这一顶 他最主要这个 G7进7一桌 这个马就拖死了 所以黑方来不及 把阵型再走好了 他只能马六退伍回来 对 想要双马连环以后 这儿呢 大家就看出了 红方的先手就很大 红方就利用这种闪击战术 把黑方这个磁力呢 就打散 只能飞边向 红方又再把扔到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过门 对 马五进三条上 这个地方呢 红方也是可以考虑 直接进局 把这个像呢 就吃掉 也是可以 红方呢 走得比较稳 他先把7路区呢 抬起来 对 黑方对局 他在G3平4 这个正好躲一步 这个棋呢 就是说红方呢 是剩下了双军双炮 他的兵种呢 应该就动作比较快 对 而黑方呢最主要是这个马呢 上不来 这个是比较当务实 如果这个地方 特别还采一个像 如果黑方想 这个圆像圆到中间 他也来不及了 红方可以去进局 主要这个阵型 还没有调整好 黑方只能在足部机 红方可以在居的瓶柳 把它卡住 这个像总是归不了位 黑方如果足部机 再冲过来 红方可以再去吃 这个足呢 它就是 基本上很难逃掉 这样红方这个中炮 这个威力太大 对 如果你绝而进入宝 红方有15斤6支势 对 以后这个 G3杀旗 这些叫杀的这些手段 所以说呢 看起来黑方在物质上呢 到 到不弱 对 但是这个位置呢 比较差 是 红方这个中炮啊 力量太大了 所以也没办法 他就先走了一个过门 他就G2进9 他进G是杀象 对 那红方轻松把它挡掉 对 G2退3回来 然后但是红方这时候开始 这个G4进3 这是一个又吃马 又吃象的一个起 现在有一个白吃马 对 吃了马就僵死 黑方又很无奈 又把二路G退回去 把G退回去 然后呢 他的G4平1 这个棋呢 就是说走到这儿 应该说黑方是 败局已定了 对 他也是尽快冲中足 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些机会 然后G1退1 然后他再足无经营 不 这个棋 黑方呢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顽强抵抗而已 是 因为毕竟啊 大子啊 全部受攻了 对 同方这个两个双击双炮呢 就等于是压着打了 就这个棋圈俩相 很明显 这个有两个炮的情况下 他平中立足 因为这个足 你看他躲不开 对 他还得这么开 你看你一躲 他G5平3就抽居了 你如果用这个聚宝 他这个 将来红方 这个这一闪呢 将来都有这种 大刀弯心的手段 对 这个 你支持G2年4 双击双炮 有很多这个杀法 对 就是呢 举这么一个例子 总之呢 这个棋 黑方呢 依然是这个 四面楚歌了 关键可能就是 他这个忽略了 红方这个 跳马 这些 中局呢 走得也不顽强 这个足 要是不壮士 走G2进3的话呢 还是 可能还能拉长些战线 对 所以他这时候 也走了一个进鞠 他进这个鞠了 对 G2进5了 他这个七路鞠 作为一个防守 嗯 红方呢 就说的 他也比较简单 他就平炮一打 他把 他把这个马呢 就打住了 那这马也只能回来了 那这马三推二回来 对 虽然马保住了 嗯 但是红方就形成了一个杀棋 一将 对一将 再马二推四回来 红方再一平炮 这二下五 G7平六就将 还是运用这个中鞠 然后双鞠双炮的一个杀法 这盘棋呢 黑方棋 这个失利啊 最主要的就是 在中鞠战斗中不利 当然这个向甲联赛呢 现在也是用的这个快棋 需要棋手这个中鞠判断的 特别是这种尖锐的 这个战斗局里面呢 可谓一招走错 满盆结束 对 是这样 当然了这个 王提琦确实呢 这个攻击力也比较强 这也是给人家留下了 比较深的 还是一把很精彩的棋局 对 好 今天的对局呢 就这样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 朋友们再见 好朋友们再见 好朋友们再见